先不要動 燈光一下 跑拍照一下 遲到搶劫的范嫌 裹著棉被在地上呼呼大睡 完全沒發現警方已經找上門 告起來 告起來 坐起來 坐起來 不要不要 你都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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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開棉被 將睡眼心鬆的男子上銬帶回 致命無業的誠心范嫌 因為沒錢吃飯 遲到搶劫夜歸女子 搶案發生在9號凌晨1點多 新北市板橋中山路二段 當時范嫌池水果刀躲在天橋下 正橋碰上剛下班的女會計 她立刻拿出水果刀 抵住對方腰部 恐嚇女會計把錢交出來 女子嚇得不敢亂動 把身上僅有的250元 零錢包交給她 嫌犯得手後 居然還向女會計道謝 錢到手後 惡壞的嫌犯直接跑去便利商店 買了便當 飲料 香煙和酒 吃飽喝足再躲到廢棄的網咖 睡大頭覺 為了要填飽肚子 所以才吃那個所有的水果刀 搶到被害人的財物 陳信犯嫌局無定所 作案時都穿著深綠色外套 體型微胖特徵明顯 警方一路調閱監視器 最後在廢棄網咖找到他 嫌犯坦誠因為肚子餓想吃東西 才恐嚇路人要錢 理由一堆 但搶劫就是有罪 還是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楊格 坦可萌 SNG小組新北市採訪報導